同時如果再來這間也是書記不記得 這是在台北市的公學北路跟南京東路 這都是三三道的主幹道 所以兩條路交叉的路口是盡看盡大條 很多車要為公學北路倒外南京東路的時候 車送比較快就不會輸入海車不一樣 結果說有公車書記不記得關於後面車門 在經過這個路口的時候 車身是這樣害過 站在公車上的身體何要怕是說阿嬤 害出去車外 公車的黑門開開 車還可以 人家的表情看起來很不安坐不住 竟然看頭前要回家 大家看來看去不知道如何是好 到後一站要回家 可以看到這個車速 五萬跌電兩分鐘七百公車 整台車的人家是都心驚大聲 就跟他輸去不知道 準備要路車人家 雙手都蠻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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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蠻 只要問沒問題 都很快 不想關門的公車是 台南客運的二百百路線 為英文服務處 站到南京靈岩機靠的半路 人家下車後就不想問 讓民眾協助 涉及表是說 特大公車在出站 載機進行都會確認設備 無問題 車廂也有定期的檢查 還要加強家屬人權的交友訓練 不像人欺負安全